美国驻阿富汗特别代表扎勒媒哈利勒扎德2日表示 美国和塔利班已达成和平协议草案 这项协议将可以让阿富汗境内的暴力冲突减少 替永久的和平铺路 哈利勒扎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与反政府武装代表进行了几个月谈判之后 美方与塔利班原则上已经达成了协议 协议正式签署之前还需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字 报道称 根据这份协议 美国将在135天内从阿富汗撤出近5000名士兵 并关闭5个基地 而作为美军分阶段撤军的条件 塔利班承诺不允许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 将阿富汗作为袭击美国及其盟友的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哈利勒扎德的采访播出之际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了一起大型爆炸 爆炸震动了距离现场几公里外的建筑物 路透社认为 这表明实现和平之前 仍有一段必须克服的路程要走